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指称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带有高压性 并且强调日本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突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小玉 小玉好的小玉你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份白皮书呢 是日本媒体刚刚披露出来的 那么这份白皮书这份文件 它是如何阐述中国的军事动向的 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小玉 是的许波 今天星期四日本媒体披露说呢 即将出台的这份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 概要针对中国军事行动呢 做出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解读 那么提出了呢 自从1989年起的27年里 中国国防费呢增至了大约41倍 另外呢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呢 攻城快速并且规模庞大 这份白皮书呢 谴责中国高压式的行为呢 仍然在继续 干要呢还提到了朝鲜的核问题 以及恐怖袭击的风险 认为呢 日本安全环境的严峻程度呢 正在进一步提升 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呢 针对这份白皮书的表述呢 做出分析是呢 防卫白皮书强调中国南海的活动 以及军费开支的增长呢 目的是要突出政府提出的 解禁集体自卫权安保法案的重要性 另外这些相关法案呢 目前正在日本国会进行审议 遭到了在野势力 以及舆论的抵制 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份防卫白皮书呢 预定7月下旬提交内阁会议 并且呢正式对外公布 徐波 好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日本执政的这个自民党的 一个小组委员会呢 推出一份报告 他建议呢 安倍首相的70周年谈话 应该呢 突出日本战后进行的 这个和平努力 那么小玉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这份报告都提出了哪些内容 尤其重要的是 他对这个安倍首相 在战后70年的这个讲话呢 会有哪些影响 小玉 是的 这个小组呢 是日本自民党的一个名叫 恢复日本名誉以信赖的特命委员会 昨天星期三提交的一份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呢 针对这个日韩两国存在争议的 威安妇问题呢 一方面承认呢 威安妇有损女性尊严 但是同时认为呢 把威安妇称作是性奴隶呢 这不符合事实 这样呢 损害了日本的名誉 应该加以纠正 另外报告还提出呢 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呢 应该更加突出呢 在战后日本进行的和平努力 并且表明呢 要在谈话中表明 今后日本要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呢 发挥核心性的作用 这样一种决心 那么针对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 我们一直在谈 日本政府有一个咨询小组 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并且要汇总报告 那么自民党的这个小组的报告呢 也是要从侧面来支持安倍首相呢 有意突出面向未来的 这样一种意向 此间媒体分析啊 这个无论是咨询小组的意见也好 还是自民党小组的这份报告也好呢 安倍首相的这个70周年谈话呢 预计都会参考这些意见 但是在关键的问题 像历史问题上 如何进行这个措辞的问题上呢 预计最后呢 敲定的呢 还是由安倍首相个人来进行决定 许波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东京特朗